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設指引投資 昨天大盤指數跌了63點 我告訴你多頭格局 大盤的指數看支撐 目前指數的支撐力對 昨天講得很清楚 大概在8300點附近 是目前大盤的一個支撐 所以我昨天告訴頭秒 給你一個策略很簡單 有一些股票可以逢低來承接 我一再跟各位主持人講 大盤給你的是一個方向 跟策略的運用 你要知道低點什麼時候可以買 那高點什麼時候要減碼嗎 當指數過了8476前波高 你還記憶的在高檔區 我告訴你要減碼一些持股 對於高檔減碼的一個動作 這麼重要的一個策略 我們請導播播一下當手的VCR 所以當然在今天一個大盤 創新高的同時 我會做一些調節持股的動作 大盤創新高 我會不會告訴你 我在做調節持股的一個動作 那昨天回檔修正來到8300嘛 可不可以進場買股票 相信我給你一個大盤方向跟策略 運用的相當自如 這就是你愛的東西嘛 所以高檔區有賣股票的 那種幸福的感覺 在低階的同時 你會感覺特別深刻 你自己看 12月9號當時大盤創新高 宏冠店 70.7以上現獲利賣出一趟 大概可以賣在71塊錢附近 同樣你自己去對時對價好不好 所以宏冠店 趁大盤數頂高賣 賣完之後有沒有下來 71塊錢賣宏冠店 結果股價回檔修正了4、5天 12月12號有沒有告訴你 差了4、5塊錢的一個宏冠店 當天最低66.3嘛 5天轉折即將向上買回 71塊錢有賣嘛 67、68可不買 當然可以買啊 因為它的基本面架構沒有改變嘛 11月營收再創新高的宏冠店 我在12月12號有沒有告訴你 買回 結果呢 今天拉出一根中長紅啊 8天的一個轉折持續吸引一個向上 我們有沒有做到高出低進 這樣的一個操作水準 投票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所以今天宏冠店表現當然相當亮麗啊 大盤不是漲100點啦 宏冠店衝到快 公漲停的 所以整個一個基本面的一個架構 有沒有給你知道 整個股價的一個賣點 12月9號有沒有賣給你看 賣完之後12號接回 今天大漲 就是這樣做高票 就是這樣做高票 哇 行情啦 所以對於我們的買買點 你要隨時stand by 我幫你通知 你隨時收到會對 隨時下動作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給你的預備動作 精不精彩 當作創新高 精銳來到204.5 我說歷史高點接近你要賣 12月6號 金銳 股價已經接近 歷史高點213 在208以上 貨利買出 歷史的高點就在213 我賣208 好嗎 自己去對時對價 好不好 208我賣 當天12月6號 金銳的股價最高 幾個 回顧一下 幾個 12月6號 最高就是212 歷史高點213 我有沒有先提醒你 接近歷史高點 先減碼一下 我有沒有代會員賣 12月6號 208賣金銳 賣完之後 他有沒有下來 股價 從212 跌到180 差了快30塊錢 所以當高點減碼之後 接下來價差操作 你會不會做 價差操作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已經跟你講過 你如果不會做 你就不會做 好不好 所以對於金銳 差了30塊錢之後的 一個價差操作 昨天還是提示你 從180漲到191 目前還是先看價差 好不好 除非他的一個量價 讓我看出一個不錯的攻擊量 價差操作才有辦法變成 波段的一個方式 所以到今天為止 金銳股價已經來到194了 那我目前看嘛 還是價差一個操作 所以金銳 明天再漲 我就會賣 金銳 明天再漲 我就會賣 安康的獲利網 我有辦法賺這一大段 這叫波段 價差的行情 能賺 我就盡量賺給會員啦 我已經做阿三里了 你知道嗎 明天再漲 明天再漲我就賣 我也先跟你說 先讓你評判一下 但是這次要真功夫 否則 其他分析師 敢告訴你 一檔股票 什麼時候該賣嗎 上次的金銳 我們告訴你 接近歷史高點213 你要調節 有沒有 最高 後來來到212 我賣208 這次的價差操作 明天再漲我就賣 我今天同樣先跟你說 這就是看家本領嘛 所以對昂寶這檔股票 行動電源IC的 我昨天也公開 給投票來鎖取 我要賣回的一個價位 實際的一個價位 那重點當然是高點要先減碼嘛 對 大盤持股在高點的一個同時 接近8500的同時 是調節持股的一個時機啦 那昨天回到8300附近 就是一個進場時機點 所以昂寶 有沒有告訴你293以上線獲利賣出 對 12月9號啊 很好賣啦 賣完之後你看一下隔天 跌停板270耶 我說強勢主流李昂寶 我預計回到這個價位 就會把它買回來 對 有沒有規劃出對的行情 290幾賣掉耶 預計240幾接回 差50塊耶 我在12月9號賣掉的隔天 12月10號我就已經預計 它的位置 會跌到什麼一個空間 才可以承接啦 難道昨天的245 我是臨時起役嗎 朋友我為什麼 告訴全國的觀眾 昨天昂寶跌到243.5 你想知道詳細價位的 歡迎來電鎖取 昨天大概幾十位的一個頭廟 來鎖取昂寶的詳細價位啦 多少 245啊 245啊 我就是要讓昨天來鎖取那幾十位的一個頭廟 來跟我一起做見證 看我講的跟我操作的實際有沒有一樣 你以前可能跟了一些分析師啦 有一些毛病嘛 對 電鎖講的跟實際上代會你操作的不一樣嘛 我會讓你得到一個見證的一個機會 對而且這個數字啊 這三位數字有沒有有沒有 我當時有秀出上面的一點點端倫 讓你參考之用嘛 我不會像其他的分析師啦 有些人做了一些小手段嘛 裡面蓋起來沒有價位 等到昂寶上來了才填價位下去 我沒有這樣做 或是一檔股票把它蓋起來嘛 那個利可爹底下沒有股名啊 沒有股票啊 等到哪一檔股票 衝上去漲停把它自己寫下去 那一檔股票股名嘛 我不來這一套 開大門走大度的人 不會做那種小手段的一個 旁門左道 所以對昂寶 昨天你有來索取的 我是不是給你245的一個價位 把它買回來 昨天來索取有沒有剛好 昨天低點243.5啦 243.5啦 那245買得到嗎 昨天245買得到嗎 當然買得到啊 昨天12月6號禮拜一 昂寶今天股價已經來到245以下 在245附近大大買進 這昨天1點14分告訴會員的口訊 1點14分的一個昂寶位置 你對大概244.5 244.5 15分嗎 245買買得到嗎 看一下接下來的股價變化 來到1點23分 經過8分鐘之後 昂寶的股價位置 依然在244.5 8分金啦 從15分到23分都在244.5嘛 所以245一定買得到 因為昨天昂寶收盤價 還是在245啊 那就是一個關鍵點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給你的一個 預計買回的一個價位 這不是清菜公共的 我能在12月9號 賣昂寶 我隔天10號 我就規劃出 它未來一個支撐價位在245 要把它買回來 不是昨天喔 昨天已經 來到幾號了 昨天已經來到12月16號了 昨天最低243.5啊 是不是在245附近 沒有錯吧 我看它回檔修正 跌到245附近 告訴會員嘛 1點14分昂寶 已經來到245以下 難得的一個買點嘛 245附近就大膽買 你不要想說要買243.5啦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好不好 這一個幸運之神的一個價位 會員沒辦法成交啦 但是245一定買得到 從天的昂寶 245以下 245附近大膽買進 1點14分 告訴會員的coaching 1點15分 再244.5 買得到嗎 到1點半 是不是245 是不是245 當然買得到啊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操作結果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操作結果 你所得到的當然是賺錢的感覺啊 因為漲大膽跌了63點 我不是告訴你 有些股票可以開始承接嗎 是不是 因為今天昂寶是不是上去的 昨天買很漂亮啦 昨天245很好買 今天昂寶呢 盤中來到259 259 尾盤251啦 所以對於整個一個盤的賣動 如果你可以撩弱執掌 你就知道怎麼運用盤式的一個變化 它的一個高低點的起伏 來決定你的一個策略面嘛 所以這一檔昂寶的一個架構 強勢主流的一個行動電源IC嘛 我會在305塊錢那一天 告訴會員293 294賣 當天就規劃好 請來到245再把它接回 有沒有獨到的眼光 幫你掌握未來的股市行情 你應該體會的相當透徹 所以宜利店這檔股票 昨天的分析夠不夠精彩 打播VCR稍微準備一下 等一下 宜利店洗了兩天 洗了兩天之後我說 這檔新南海TPMS概念股票 頂多再下來一點點 就會往上走高 那好一點的一個情況 昨天禮拜我們告訴你 恐怕沒什麼低點了 我們請打播播一下 昨天宜利店精彩的一個解盤 那如果好一點的話 明天宜利店恐怕沒什麼低點了 今天的宜利店有沒有低點 今天的宜利店真的沒什麼低點了 真的沒什麼低點了 昨天的分析猶言在耳 今天的股價的走勢 印證昨天的一個分析嘛 這就是你買的東西 知道一檔股票未來的走勢 你就可以衝容不迫 決定買賣點嘛 所以今天宜利店真的不賴 真的沒什麼低點啊 起了兩天今天就直接開高啊 是不是開高 開高走高嘛 那這檔宜利店 今天再度的送全國觀眾朋友一個紅包 他突破什麼價位可以加碼 兩位數字啦 給你看兩位數字 歡迎來電索取 一檔股票我收購 只要被我掌握了 我就會帶你順勢操作 買進加碼再買 我要讓你尝照所謂的獲利乘數效果 加碼點很重要啦 你的資金要如何達到一個 乘數獲利效果 在於那個突破的一個加碼點 就像車王店 我們告訴你加碼 這個加碼點 有沒有讓會員多賺了快20%的利潤 你覺得重不重要 對你的資產有沒有產生莫大的幫助 所以我今天 再送給同朋友一個大紅包 你想知道伊利店這張股票 突破什麼價位可以加碼的 歡迎你今天來電索取 一樣大方的送給全國的觀眾朋友 趕快打電話 所以這樣再回來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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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 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猜好是说 抓住主流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就会比别人快一步 比别人赚更多 您还在彷徨 不知主流在哪里吗 蔡老师创造主流价值 让蔡老师引导您再度出发 现在不打直赢追击 0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头部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近电话 022578 3777 2578 3777 022578 3777 亚洲头顾 2578 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通知 头痛 请用语分珠 爸爸 2排寄靡窗 专利复额是岛块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2排寄靡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 也是来有 去记 під用 社群慶疼五分珠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車房店今天再度的創下波段新高 空單在增加 車房店目前在軋空 自己看一下 空單不止多頭不容易停止 跟之前我們操作這一段很雷同 當作空單沿路的往上增加 結果他嘎了七成 做錯跟做對方向 一來一往差了140% 所以當時候9月13號 車房店現買現供漲停 我把價位讓你看 大概買在24塊錢附近 當時候24塊錢附近買 什麼時候做調節 這過程大家看得很清楚 漲到42.45那一天 成績量過大 獲利減碼我會接回來 10月3號當時候你也看過 因為車房店成績要放得太大 所以在41以上獲利減碼部分持股 我沒有全部的一個出清 同樣很清楚嘛 所以高檔減碼 是為了低檔可以來承接嘛 那因為你看它一個前景 未來TPMS這個基本命令價格 會讓股價再度的一個創高嘛 所以部分的一個調節 部分的調節 賣完之後有沒有接回 股價修正 這個修正段告訴你 零線大盤轉折向上 11月20號 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新南海的TPMS 概念股票 所以買完之後 11月26號突破就加碼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一個加碼點 車房店TPMS它要監製系統 市價在美境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 要特別把以利店的加碼點 送給你們 我希望快過年的同時 大家的一個紅包 可以自己賺多一點 這是我的一點點的心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車房店 當時候突破就加碼 再買進的訊息 我讓你知道 那這個加碼動作 對還是錯 你看股價走勢力有災 當然是對的 多賺了快兩成 所以加碼 這個所謂的一個 陳述獲利效果的來源 你一定要做出來 做鉤票 如果看到一支鉤票 它是大波段的 你就跟我一買再買 再買進 沿路的加碼上去 這樣一個資金 陳述的獲利效果 自然會顯現出來 所以11月26號 告訴你要加碼 12月2號 連市市跟了黑街棒 這條片支撐 還是嘛 我一樣告訴你啊 我不是只有漲的時候 會分析股票的分析師啦 價值型的投資概念 永遠會想幫助你 尤其在 你不知所措的同時 尤其在股票回檔修正的同時 我會告訴你如何操作 這就是我的接木跟別人接木不一樣的地方啦 對不對 車王店啊 12月2號 連跌四天 告訴你是買 就如同上個禮拜 有嘛 車王店是不是黑街棒 我會不會告訴你 亮縮回檔多方格局啊 結果禮拜昨天是不是漲停板 在這麼關鍵性的一個時刻 我會告訴你 還可以再買 你應該可以比較一下 賓一賓一支股票 我的分析的一個流程 跟其他分析的一個分析流程 有不一樣的一個所在嘛 所以你應該知道 要跟誰來操作 新南海TPMS概念嘛 所以這檔車王店 12月2號 回了四天 還是買 上禮拜量價配合得宜 漲停板雖然打開 量價沒有失控 勇敢爆下去 有沒有看到 我給會員一個資訊 勇敢爆下去 我給你你就勇敢爆 你就敢爆啦 那我沒有給你呢 你可能猜猜看嘛 你搞不好漲停板打開 你就賣掉嘛 有沒有資訊真的差很多啦 差了十幾%耶 禮拜二啊 量價配合得宜續爆啊 而且是勇敢爆 有沒有爆對 禮拜三 是不是工漲停 我說即將過前波高 禮拜四 真的過了前波高嘛 那很多人看到這根大量 會被嚇出場 我說只要三天守住低點 換守成功 上禮拜五 又是一個關鍵性時刻 跌 告訴你認識多方格局耶 有沒有守住低點 有沒有守住禮拜四的低點 禮拜四的低點 42.1 上禮拜五的低點42.4嘛 守住又是多方的一個回檔 當然可以續爆 當然也可以買進啦 我也跟你講過啊 跟之前九月份操作過的這一段一樣 漲了三天之後的一根回檔 洗盤 它會再上 所以你看到每次當車王店 你不知所措 你害怕的同時 我有沒有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你該何去何從 這都不是事後放炮 有沒有 這都是當天公開給你的一個分析啦 12月2號 回了四天買 上個禮拜五 回了一天多方格局 有沒有讓你多賺一根掌停板 昨天禮拜工商劇創新高 換手成功了 今天繼續的創新高 已經來到46.95了 嘎空 做對方向 你可以賺七成 你放空車王店 你會賠七成 還會被追剿 所以你要站在哪一邊 價值型投資概念 永遠給你 目前牌面上 強勢主流地位 而且它基本面 市場上認同度相當的高 那這一檔中株 昨天已經告訴過你了 再整理一次嘛 它會再下來整理一下 所以今天中株 稍微開高走低 說在平盤附近啦 那因為它的基本面 沒什麼改變 所以這種大型股 你要買的 可以採第一階策略好不好 有跌下來 來到一個短線支撐 就可以開始進場了 昨天 東陽 有沒有告訴你可以買 45.35買東陽 趁著大盤回檔 我買它 今天呢 股價收46.3啦 策略 昨天有沒有對 至少賺這一塊錢 賺的 沒什麼風險吧 是不是 而且今天東陽有利多消息啊 自己注意看 買股票要買在利多消息公佈之前 或是買在利空發布的同時 就像聯馬哥 在上禮拜四 日月光會停場 我說聯馬哥跟日月光的一個依存度不高 所以這是一個假利空 既然是一個假利空 當天412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對不對 今天聯馬哥 最高已經來到125了 假利空之後的聯馬哥 會增拉台 這我今天給你一個結論 所以對於現在多投方向不必的情況下 到底什麼強勢主流個股 你可以跟我一買再買再加碼 今天的一例點 突破什麼價位可以加碼 歡迎全國的觀眾來電索取 我希望我今天再度要給你送的一個紅包 可以讓你的資金產生一個 獲利陳述效果的機會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 廣告中的一個電話 自己好好利用 趕快打電話進來 這樣就對了 明天見 一定要給我們 什麼 太誇張了吧 這個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每一個人終 freshly 趕快拿來 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赖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 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蔡老师说 抓住主流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就会比别人快一步 比别人赚更多 您还在彷徨 不知主流在哪里吗 蔡老师创造主流价值 让蔡老师引导您再度出发 现在复杂费推荐 您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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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投顾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零二三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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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感谢观看